那么近期边境的检查人员也发现了超巨量的 做成了彩虹样子的芬太尼片从边境进入美国 芬太尼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鸦片类合成毒品 它的强度是马飞的50到100倍 只需要2毫克就可以置人于死地 那么这种新型的彩虹样式的芬太尼 明显就是针对儿童 针对青少年以及年轻的成年人为目标对象的 如果被孩子当作糖果物时 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种肥者,孩子可以倣敬到这种肥者 比如小孩子,肯定优独当年轻缘 小孩子与小孩子 这种肥者这是给予的 土豆针对筋 里面等小孩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